今天,与王俊凯,文琪,蒋依依主演的《天坑映烈》,网上搭平台拍播一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一亿了,第一天往播量就排第三,00后人际小生加实力小花的配置力量不可忽视呀。 今年来,冒险题材的影视作品都很有市场,尤其是已经有了强大书粉的原著改编剧,《天坑映烈》算其中一部,但是,不少网友发现天坑的片头制作不仅仍还有一股浓浓权利的游戏记事感,一起来品一品两者片头对比动图,上是天坑,下是权利,就这几张视觉动图而言,简直可以说有七八分相似了。 两者采用相似的立体3D特效,去营造自己的一个概念世界,走图相似,镜头运动相似,节奏也相似,这真不是抄袭吗? 这简直就是失散多年的一族双胞胎吧,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接近,或者只是刚好撞上设计概念,毕竟用这种特效应用面也很广,不是权利或者某一影视作品的专利,是接近还是抄袭, 亦或是其他原因,天坑团队都会出来回应这件事,我们也不好下定论,但是,两者相似,必有比较,谁的制作更胜一筹? 哦,小八,我选择权利,首先在整体质感方面,天坑看起来真的很廉价啊,细节什么的都很粗质滥脏,比稍微高端一点点的网游世界场景做的还要差,满满的塑料感,而全力采用昏黄暗淡色调,整体是一种中世纪复古质感,非常高级。 哦,小八觉得,前者还可以接近一下后者的色调。 第二,特效动态及含义方面,小八,我在这里要吹宝全力力建筑机动画生长特效, 维缩版的世界,维缩版的城堡,维缩版的植物一点点的向上蓬勃生长,充分展现出个方式力的出现,画面细节不仅精致,也很有寓意,紧扣影视主题,而天坑真的就做出一点皮毛,没有生长特效,镜头在世界上穿插,简单展现几个没有色彩的场景。 但是由于来引入场景这个点,还是非常不错,最后,我还要吐槽一下天坑片头,最后出现Logo的画面,一种欢迎来到某某游乐园,即时感,剧组是没有钱做特效吗? 值得注意的,是,全力比天坑早出生七年,七年时间,特效技术是没有进步还是因为什么?天坑把片头做成这样,小八希望你好好把醒一下。 除了片头涉嫌抄袭,还有网友说女主文奇的造型也有权利的味道,小八觉得,文奇这个造型什么的,还真没有什么接见抄袭,文奇这种造型就很普遍呀。 贴出这种相似对比图,真的不是大黑吗?天坑刚开播就被指抄袭,此前还曾被指出非法使用国家保护动物,据理念的苍蝇和猎笋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从海报来看, 苍蝇被绑在眼圆手上,猎笋表情惊恐,身上也受伤了,在影视剧上使用国家保护动物真的可以吗? 既然使用了为什么不好好保护照,不,前不久,王俊凯才出任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出了这事,也挺尴尬的。 如果真的非法使用国家保护动物,尽管他不知情也会有负面影响吧?前有非法使用保护动物,后又涉嫌片头抄袭,献坑才能开播,就出了这么多负面事件,是好事多磨,还是最有赢得。 小巴觉得,献坑的团队还是尽早回应这些负面信息吧,给大众一个合理的交代。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